正在准备发球的这位选手叫倪孟杰 在浙江女排身穿8号球衣 她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 采用大力跳发技术的女排选手 倪孟杰2003年出生 今年21岁 比赛中小姑娘一次次 用高质量的跳发球 冲击山东队的遗传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可能我本身力量比较大吧 然后我确实从小就开始练跳发 就是我可能打了11年球 我已经发了8年跳发了 就是在试队开始的教练 就开始让我练这项技术 浙江与山东的这场比赛 原本山东女排在高度和网口上占优 浙江队又十分年轻 队伍当中几乎全是00后 但浙江队摆出冲击者的姿态 特别是小将倪孟杰 坚持用大力跳发冲击山东队 倪孟杰的发球速度快 力量足 十分具有攻击性 稍有不慎 遗传就可能顶不住 这场比赛的第一局和第四局 倪孟杰都有连续用高质量发球 造成山东队卡轮 随后帮助浙江女排 涨分的精彩表现 因为我觉得肯定是发球带动篮房 在发球做出来之后 那对我们的防守和篮网 肯定有减轻一定的压力 作为00后新生一代 倪孟杰身上确实有一股 出生牛犊不怕虎的狠劲 她不仅发球好 扣球也很有爆炸力 此前浙江女排对北京 倪孟杰得到19分 对阵河南和天津 倪孟杰分别得到21分和25分 昨天对山东 她又贡献了全场最高的26分 当然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发球 倪孟杰的发球稳定性高 几乎很少出现失误 她对自己的技术充满了自信心 其实我们国内就是跳发也是有的 但是可能就是速度没有那么快 就是对 就是速度方面力量方面 我觉得全国前三应该还是 这个信息应该还是有的吧 而且她这个有点力量 而且这个速力啊 现在国内我看了 这个跳发女的女排这一块 她应该是速度啊力量 而且球控制球的能力也很精 倪孟杰目前的身高是 一米八一 私职主攻 当她在前排时 拦网和进攻遇到对面更高大的选手 还显得有些吃力 对阵山东女排这场比赛 双方打得十分胶着 浙江队25比20先上一局 山东队25比22 25比23 27比25连锥三局 每一局都异常接近 虽然比分落后 但是倪孟杰和队友们 顽强地力拼每一分 充满年轻队伍的朝气与活力 这些年 在中国女排国家队阵容中 擅长使用跳发技术的选手 在王一梅 刘晓彤之后 已经凤毛麟角 如今 倪孟杰的出现 可谓是一股清流 希望小姑娘不断地磨练技术 提高自己的能力 将来取得更大的进步 有机会登上更宽广的舞台 更大的梦想 全国第一吧 我觉得他可以更全面一点 我觉得现在好多 不一定都是高的 我觉得矮鸽子像他1米8的 完全可以 包括他的船这一块 能够再好一点 包括他进攻手法再好一点 他能够打快 也能够打高 我觉得这一块 接下来我们这一块 对他来说可能走全面的路 我觉得都可以 会让他们更多的 在我们这一块 未能给你 我们每个人都能用 有水